假设有三种人 一种是付出者 一种是获取者 一种是互惠互利者 这三种人 哪种人最容易成功呢 哪种人又最容易失败呢 答案你可能想象不到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直接拖动到视频的一半的位置 今天的内容可能会对你很有启发 请耐心听完 点赞收藏和关注 大家好 这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道家思想的经典庄子这本书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庄子刻意这一篇内容 这是庄子的第十五篇 这篇比较短 只有三个小的段落 其实就讲了一个核心的内容 那就是什么样的人 是得道之人 得道之人都有什么共同点 那今天我们聊聊道家思想的 圣人之道的两重境界 第一个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五 在道家思想里面 拥有至高德行的人 有很多的称呼 比如圣人 真人 神人和智人等等 都是得道之人的称呼 在庄子和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对得道之人都有很多的描述 比如庄子说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得道之人可以忘掉自我 可以淡薄名利 其实庄子的思想 很多来源于老子 是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 用更加具体的预言故事 进行了生动的阐释 而在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里面 其实得道之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无 或者说无为 无字在五千多字的道德经里面 出现了上百次 无字有很多的内涵 比如无欲 无为 无名 无功 无真等等 可能你会觉得 道家思想的无 显得过于低调和保守了 显得过于清淡寡欲了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消极的意思 但其实这个无的背后 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 对欲望的克制 也是自然之道的一种领悟 因为大自然 本身就是按照一种无为的方式 来运行的 就像之前庄子说的 天其运乎 地其储乎 日月其争与所乎 属主张事 属维刚事 庄子问 天地万物 有一个主宰者吗 是谁在主导这一切呢 显然并没有 所以庄子说 天道就是无为 无的对立面 是有 在佛学里面 起心动念 是一个人欲望的开始 也是一个人烦恼的开始 在道家思想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抛弃到无 开始去追求有 那就是违背了天道 天道无为 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不刻意为之 这其实也是这一篇 庄子刻意的主题 庄子列出了五种人 他们的追求 分别是 抗 修 智 无 受 庄子说 那些刻意追求 高尚品德的人 试图超越现实的人 是三灵之士 那些满口仁义道德 行为公检礼让的人 只是追求修身而已 那些贪图公民 自定君臣礼仪的人 只是追求治国而已 那些整天一帮在三折 欺蓄于旷野 整天悠闲 自得 无所事事的人 只是江海之士 是逃避世俗的人 那些像熊一样站立 像鸟一样展翅高飞的人 只是追求长寿而已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的表现 如果不刻意 就显得高尚 不讲究仁义 就能修身 不追求公民 就能治国 不置身于江海 就能咸游 不练习引导 就能长寿 这看似什么都没有 却是什么都有 但博一切到了极点 而一切美好 就会随之而来 这就是天地的大道 是圣人的表现 在这一篇里面 庄子阐释了圣人之道 那就在于不刻意 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也是类似的意思 所以道教思想 并不是主张什么都不做 而是不刻意做什么 不勉强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对无为的 第一层理解 第二层理解是 为而不争 老子说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其实这里说了 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做了 但是不争 这其实也是无为的 另外一种境界 而这里的不争 体现的是一个态度 之前我们聊过 为而不争 其实就是让我们 不要太在乎结果 只关注过程就好 真的是结果 如果对结果太关注 甚至想操控目的和结果 那就是一种有为了 老子说 为而不争的这种态度 就像水一样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机于道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 真正得到的人 真正的不为 在于为而不争 这是道家思想 无为的第二层境界 对道家思想的 无为和为而不争 每次读到 都有不同的感触 其实我们顺着 为而不争的思想 再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老庄 要主张为而不争呢 这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我结合另外一本书 谈谈其中的道理 这本书就是 沃顿商学院 最受欢迎的成功课 这本书听起来 有点鸡汤的意思 但读完这本书 你会发现 完全不是这样 这本书讲了一个 非常反直觉 反常识 也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作者说 假设有三种类型的人 一种是无私的人 我们称之为付出者 一种是自私的人 我们称之为获取者 一类是互惠互利的人 我们称之为互利者 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这三类人 哪一类人 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哪一类人 又最有可能失败呢 作者对各行各业 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发现在成功阶梯最底端的 或者说那些 最不可能成功的人 就是付出者 也就是那些很无私的人 这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物竞天者 适者生存的社会 无私的人 常常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 去帮助其他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付出者不容易成功 是合情合理的 但最有可能成功的人 答案其实还是付出者 所以最有可能成功 和最有可能不成功的人 都是善于付出的人 这就很奇怪了 我们常说 小胜靠智 大胜靠得 获取者和互惠互利者 一般可以通过一些 小的手段 来获取短暂的小的成功 我们通常说 小人得智 就是类似的道理 这样的人 在身边是不在少数的 他们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 获得回报 作为第一目标 所以绝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获得了足够的回报 那些成功的付出者 和失败的付出者 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呢 他们的差异在于 成功的付出者 常常着远于 将蛋糕做大 付出者 获取者 互惠互利者 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是 获取者和互惠互利者的成功 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 为代价的 而付出者 获得成功的时候 他们的成功 可以扩散到其他人的身上 也就是说 付出者的成功 不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 为代价的 换句话说 那些善于付出的人 利益他的人 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要么 你成为别人的猎物 最有可能失败 要么你可能成为最成功的人 区别在于 付出是不是有利于 把蛋糕做大 作者说 一个获取者的成功 常常意味着 另外一个人的失败 然而 人们会嫉妒成功的获取者 会想尽办法 把他拉下来 但是有一些成功的人 人们并不会嫉妒他们 这些人 就是成功的付出者 因为他们 不仅成就了自己 也成就了别人 作者调研呢 在学校 在公司 在其他的社会团体里面 那些最成功的人 都是善于 把蛋糕做大的 付出者 那付出者和今天我们讲的 老子和庄子的 圣人之道 有什么联系呢 付出者的成功 其实关键就在于 为而不争 最具智慧 最成功的人 成功都不是争过来的 他们的成功 是与别人合作 产生新的价值 把蛋糕 共同做大的结果 想想你身边 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人 他们经常 急功近利 争强好胜 每次都不服输 凡事都要争个输赢 他们经常以牺牲别人的利益 为前提 让自己获得利益 比如贬低别人 来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强调别人的客户 来提升自己的业绩等等 这种人 往往个人能力很强 但攻击性也很强 不善于合作 是身边人 眼中的很讨厌 又很嫉妒的人 不过很多时候 没办法做的人 能力很强 时常表现还很抢眼 成为团队里面的明星 每个团队里面 几乎都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可以靠 一时的聪明和手段 获得短暂的成功 但时间长了之后 他们身边的人 就会慢慢离他而去 失去别人的合作和帮助 一个人能力再强 也很难获得巨大的成功 尤其是在今天社会分工 如此细化的时候 一个人很难靠一己之力 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个人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合作的能力 而合作的最高境界 就是为而不争 老子说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里的不争 是一种不刻意为之 我们也可以看出 是一种不以伤害别人 为前提的有为 一种付出者和利他者的态度 也是一种合作的态度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对今天的社会 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希望对你有启发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播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